为了提倡反读知识 国际师子会合进百个单位 将于11月30号在台南举行反读嘉年华会 林美燕议员为了宣导此活动 特地在11月27日举行记者会替此活动推销 林燕议员也希望民众能踊跃参与此活动 藉此机会了解毒品的可怕 并且让每个人都能为反读出一份力量 杜绝毒品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 让小孩子知道说毒跟毒都不能去参与的 那毒跟毒都是不好的 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国际师子会300D外 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台南更健康 我们的小朋友更健康更快乐 活动主席许富大表示 此次活动以话剧演出方式宣导 相信一定会比以往发宣导品的方式来得有效 而且也会让参与活动的学生 能深刻了解毒品的坏处 希望民众能一起到会场共襄盛举 记者黄玉伟台南报导